大家好,我是創先生 目前大家所看到這個影片是我前幾天經過彰化路港路段的西濱快速道路 各位知道西濱快速道路是靠海邊,所以它風真的很大 當天的風大約6到7級風 不誇張,查了一下這兩天的天氣 所以它都保持在6到7級風 當然可能是側風的部分比較可怕 因為側風一吹過來,我整台車晃到不行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我努力的壓住車把手 然後躲在風鏡後面 這樣的情況下,車子還是一直亂飄亂晃 那我也有退一檔到五檔的部分 基本上來講,我覺得好像沒有任何感覺 它有穩定下來的跡象 所以騎起來,我真的是覺得蠻害怕的 因為我車子本身呢,它的行程長 然後前差比較高一點 車頭比較高,它不像一般街車,比較低趴 甚至不像仿賽,那麼低趴那種重心 所以騎起來,我要更努力的去Hold住它 尤其西冰快速道路上面 有些路段是更高的高架 你一上去的那一瞬間 那個側風吹過來,那真的是很恐怖 所以我蠻欽佩住在海邊的 每天都要Send High Home 另外我覺得蠻可怕的就是 經過那些大型車輛的時候 你只要超車過去 那個側風吹過來 整個車也是都晃得亂七八糟的 所以呢,在西冰快速道路上來講 你只要遇到這種大型車輛 你要經過它的時候 請務必要小心注意安全 就是好好的Hold住你的車子 因為你的車子可能瞬間晃動會增加 那各位車友,你有沒有什麼 在西冰快速道路上面騎乘的時候 能夠讓車子更穩定的方法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覺得騎車道路真的是 騎到有點懷疑人生 好,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掰掰